敢公开挑衅赌王家族的人 李嘉欣还是第一个 2008年 全香港的贵妇名媛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李嘉欣终于嫁给了许敬亨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他前脚刚踏进豪门 后脚就得意忘形地开始挑衅何超穷 李嘉欣不仅故意把婚礼日期定在了赌王生日这一天 更是选择了在何超穷的酒店聚办仪式 而这似乎是在提醒何超穷 自己从他手上抢走了许敬亨的事实 而面对李嘉欣这尚不得台面的挑衅 赌王嗤之以鼻 直接当众贬低许敬亨这个前女婿 我没中意过 由头一人直到最美的人 我没识 没识得人上 这么好彩 娶个这么美女儿 这么好行 都不心中 整天去玩 结果许敬亨本人还没有说啥 李嘉欣嫌起了 当其隔空对何鸿燊喊话 恭喜赌王长命百岁 继续为大家提供娱乐 当时赌王已经年近九十 而李嘉欣这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诅咒他 简直无理到了极点 而他一再针对何超穷 不过是出于现任对丈夫前妻的天然敌意罢了 然而何超穷却从来没有把李嘉欣和许敬亨放在眼里 当年何超穷自带十一嫁妆嫁给许敬亨 但他对这个富二代却没有什么感情 反而一直在婚礼上板着脸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其实是两大家族的一场联谊 而就在结婚一年后 陈白强就促然离世 这也成了压垮何超穷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此他和许敬亨开始分居 只不过为了家族颜面 彼此都没有提出离婚 直到几年后 李嘉欣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 在此之前 许公子尽管风流不断 却从没有要离婚的打算 然而李嘉欣却使出了浑身借数 要绑定这个富二代 毕竟此时他虽然依然美貌 但也年近四十 需要为自己找一条后路 而多金又好拿捏的许敬亨 就是最佳选择 于是在李嘉欣的友谊宣扬下 包着头条到处可见 他和许敬亨的亲密照片 而这无疑是在打何超穷的脸 尽管他并不爱许敬亨 但这好歹还是自己名义上的丈夫 于是一向骄傲的何超穷 忍无可忍 主动提出了离婚 仅仅三个月后 李嘉欣就高调嫁进了许家 还自以为是胜利者 所以才会再三对何超穷发起挑衅 而何超穷自然也不会忍气吞声 他只用了一招就让对方 沦为了全港笑柄 在李嘉欣打婚当天 何超穷拿出了自己当年穿过的天甲婚纱 摆在了自家名下的酒店大厅 供人参观 而媒体们在看完李嘉欣引以为豪的婚礼后 反而更怀念起何超穷当初的世纪婚礼 简直把李嘉欣比到了尘埃里 李嘉欣似乎没有意识到 当年许静亨和何超穷的婚姻 虽然没有感情可言 却是强强联手 直接砸下了两千万大眼三天 反观他自己在许家父母百般反对下 勉强进门 而且因为担心惹恼堵王 许家也没敢给儿子二婚办豪华婚礼 而是能整则省力争低调 更扎心的是 李嘉欣梦寐以求的豪门生活 不仅没有想象中美好 还被公婆狠狠打脸 何超穷只用了一顿饭 就让李嘉欣和四百亿家产彻底无缘 2015年 许静亨和李嘉欣前脚刚去伦敦度假 许家的掌门人许氏君老爷子 就设宴请前儿媳何超穷吃饭 要知道此时何超穷 已经和许静亨离婚足有15年 却能和前公婆同桌和平共处 简直让人惊了下吧 值得一提的是 在饭局结束后 何超穷更是亲自搀扶着老爷子走出门 宛如亲女儿一样 就在这之后不久 就传出李嘉欣夫妇只能按月从家族里领生活费的消息 每月只有200万的额度 乍一看这个数字也是天价 可在豪门中 200万还真算不上什么 毕竟许家家产足足有400亿 照这样看 恐怕李嘉欣要还1000年才能领完 加豪门加了个寂寞 难怪李嘉欣会对何超穷更加记恨 甚至在赌王去世当天 故意发布怀念陈百强的微博 狠狠戳了何超穷的心窝 只不过他在脑恨也改变不了事实 是让他不仅挑衅得罪不起的人 还碰上了一个狠人公公 许家老爷子许世君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 同时也是汇丰银行的董事 他的父亲许爱州更是有传王的美称 在负责两代人的打拼下 许家的资产保守估计也带有400亿 然而许世君最大的遗憾 就是自己没有一个满意的继承人 他原本有个精明能干的长子 却不像在2013年去世 等到许世君想要培养小儿子时 却发现许晋亨已经彻底跑 偏成了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 当年为了给小儿子许晋亨普鲁 许世君和好友何鸿燊一拍即合 求取了赌王千金何超穷 许世君心里很清楚何超穷的分量 因此他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对待这位儿媳 光是那场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的世纪婚礼 许家就砸下了2000万 可见何超穷在许家地位之高 然而许晋亨并没有珍惜 父亲费尽心思给他娶来的妻子 在两人感情出现裂痕后 许公子不仅没有去弥补 反而变本加厉地出去沾花惹草 让赌王以及何超穷对他失望不已 更让许家丢脸的是 许晋亨后来还爱上了李嘉欣 非要闹着取进门 要知道当年李嘉欣在港圈的名声可不算太好 他身上永远围绕着和各路富豪的绯闻 因此许世君一开始并不同意这桩婚事 更何况 李嘉欣还不自量力地嘲讽何家 更是让许世君无言面对老友 但是他终究拗不过儿子 还是让李嘉欣进了门 然而李嘉欣的豪门生活并不算如意 尽管伏地作小伺候公婆 还是没有被老两口放在眼里 直到2018年 97岁高龄的许世君因病去世 李嘉欣以为自己终于要扬眉吐气 没想到一份遗嘱 却彻底粉碎了他的豪门梦 在许世君留下的遗嘱中清楚地写着 他把400多亿的家产 全部托付信托基金企业打理 许敬亨和李嘉欣夫妇 每个月可以通过家族基金 凝聚到200万港币的生活费 这对于享受惯了的许敬亨和李嘉欣来说 无疑于晴天霹雳 只是他们再后悔也晚了 反观何超穷 如今不仅成了赌王家族新的画市人 还带着家族产业成功洗白 他的地位和力量 早已不是李嘉欣能抗衡的了 香港有句俗话叫 使得咸鱼抵得渴 意思是想要达到某个目的 就要承担后果和代价 不知道当初李嘉欣费尽心思 挖何超穷墙角时 有没有想起这句话呢 赌王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把最爱的女儿何超穷嫁进许家 我没中意过 由头一日至到最美的日 我没认识 没认识得人上 这么好彩 娶个这么美女 这么好学问都不心中 整天去玩 这是李嘉欣和许敬亨结婚时 赌王对这个前女婿的评价 尽管语气十分不屑 但吃瓜群众却能听出这其中的自责与懊悔 毕竟可以说是赌王本人亲手毁掉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1991年 赌王千金何超穷嫁给了门当户队的许敬亨 许家赤子2000万大宴三天轰动了全香港 婚礼当天 何超穷坐着何鸿燊的专属作家 HK经验亮相 比起豪车更吸睛的是他的婚纱 仪式上何超穷一共换了三件婚纱 每一件都是由第奥高级设计师亲子操刀剪裁 光是领口上的刺绣 就需要手工缝制88个小时 仅仅是婚纱的造价就高达200多万 要知道这可是在90年代初 普通人月薪才不过一两百块钱 可见许家有多么财大气粗 眼看亲家如此有诚意 赌王也不能露怯 为了给女儿打造一场最浪漫的婚礼 何鸿燊直接从国外空远了400多金玫瑰 配合婚宴三天的不同主题做造型 完全就是童话里的梦幻场景 此外赌王还花血本给何超穷配置了十亿嫁妆 让女儿即便是做豪门媳妇 也能腰杆挺的笔直 然而这天理应最风光的新娘何超穷 却始终版的脸 直到婚礼结束都是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就连拍婚纱照都是硬挤出来的微笑 因为这场婚礼本就是一场年音 他与徐靖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感情 风光的背后全是何鸿燊一人的表演罢了 而何超穷心里真正挂念的 其实另有其人 只有陈百强能将何超穷称为唯一的红颜之计 一向性格内敛的陈百强 不仅为何超穷写了专属情歌 还请他出演了MV女主角 而在陈百强三十周岁的生日宴上 他更是直接把象征着女主人的位置 留给了何超穷 并在微醺后真情流露 轻轻把头靠在了何超穷的肩膀上 留下了这张经典的照片 然而这一幕却让赌王大发雷霆 虽然陈百强也是家境殷氏的富家子弟 但他的家世显然无法和豪门相提并论 更何况此时赌王的长房长子已经意外去世 精明能干的何超穷将被视为接班人培养 这就意味着 他的婚事自己根本做不了主 于是在赌王的一意孤情下 何超穷被迫离开了陈百强 嫁给了自己不爱的许敬亨 然而造化弄人的事就在第二年 陈百强就促然离世 留给了何超穷无尽的遗憾与伤痛 他不顾名胜和人妻不能服灵的说法 执意参加陈百强的葬礼和陈妈妈抱头痛哭 而何超穷和许敬亨的婚姻自然也维持不下去了 两人结婚近两年就一直分居到离婚 或者是陈百强留下的遗憾太大 在这之后何超穷虽然也有恋情传出 却最终还是选择截然一身 也许看到了女儿如此孤苦 独王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从那以后就很少再插手子女的婚事了 可以说何超穷靠牺牲自己 挽救了弟弟妹妹的婚姻幸福 只是不管独王是否后悔 何超穷也已经彻底失去了爱人 错过了终身的幸福